作者 第一财经 胡歌因为肖像权问题将几家公司起诉了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官网显示 目前该法院已向合肥范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该案涉及胡歌起诉上海古百特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优 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肖像权 姓名权纠纷案件 被告洛克优 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追加合肥范刚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这并不是胡歌唯一一次涉及肖像权 姓名权纠纷案 9月5日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发布了广州炼香花语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飞秀商贸有限公司 和广州市邦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向胡歌致歉的声明 声明显示 三公司未经胡歌授权 擅自于2022年1月起至2024年8月期间 为宣传销售产品 在产品外包装 宣传图片及包装袋 均侵权使用了胡歌的肖像和姓名 上述公司对于侵权行为表示诚之道歉 已将全部侵权 还有胡歌肖像和姓名的产品 物料全部下架 销毁 现如今 众多商家普遍采用明星代言来促进销售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若未经明星本人或者经纪公司明确授权 擅自利用明星的肖像进行营销 企图借视明星热度将触犯法律 构成对明星肖像权的侵犯 此前 演员 导演贾玲发现 安徽某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 在生产的名为贾女士黑咖啡的包装上 亦有其肖像 4月16日 电影热辣滚烫官方微博 发出了多张打假图片 图片中不把贾玲同款热辣滚烫短袖 贾玲同款减肥黑咖啡等产品 热辣滚烫方声称 导演贾玲及电影热辣滚烫 从未代言 也未授权任何简直或无糖类饮品 食品 药品 以及卡牌 美容媒体机构等 提醒网友不要上当受骗 最后 贾玲成功起诉了这家生产商 并获得了10万元的赔偿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 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民法典规定 公民享有肖像权 姓名权等人身权 未经权利人授权 而使用其肖像 姓名则可能构成侵权 如果企业未经授权 使用民兴的肖像和姓名 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主要是停止侵权 赔礼 道歉 赔偿损失 战略定位专家 福建华策 品牌定位 咨询创始人詹军豪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未经授权 使用民兴肖像与姓名 不仅可能严重侵犯民兴 及其经济公司的合法权益 还可能带来多重经济损失 与负面影响 首先 民兴及经济公司 可能因此遭受直接经济损失 如失去本应通过合法授权 获得的肖像使用费 败言费等收入 其次 如果侵权的企业 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 涉嫌擦边或不合规 造成消费者的损失 有可能引发负面舆情 进而会损害民兴的形象 与商业价值 影响其市场号召力 及未来合作机会 间接导致经济损失 再者 民兴需投入资源 应对法律诉讼 包括律师费 时间成本等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詹军豪指出 企业侵犯民兴肖像权的行为 会引发公众的负面评价 会损害企业品牌形象 影响其市场声誉 与长远发展 因此 建议企业 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民兴肖像权 与姓名权 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合作